上辈子,她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,却因为听信了别人的话,将她老公的爱视作洪水猛兽,避之不及,这一辈子,她决定要好好地爱她,夜晚,一个废弃的仓库里,一个女孩死里逃生,最终还是被困在了这里,伤痕累累,看着都疼,地面一片汽油,围首的人笑了笑,陆太太,你可别怪我们,我们只是拿钱办事,你腿已经断了,胳膊也折了,无论如何是跑不掉的,朝延可怜兮兮的抬眸望着她,可是她一点都不想死, 但是她这一辈子,恐怕就要死在这儿了,这也怨不得别人,如果不是她全然信任白威,也不至于沦落到这副模样,她点燃了打火机,十分的得意,时间不早了,雇主也该着急了,陆太太,我这就送你上路,如果你变成厉鬼寻仇,可得找你的妹妹,说完,把打火机扔了下去,火迅速燃烧起来,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,可是她还想再见一面陆景泽,几分钟后,火烧变了整颗仓库,一道焦急的男生响起,朝延,你在哪儿,快回答我, 她以为自己出现幻觉了,为什么会在这里听到陆景泽的声音,这时就看见陆景泽急匆匆的赶来了,一脸担忧的模样,朝延感到很惊讶,陆景泽竟然来了,他上前几步,一把抱住了女孩,朝延,我来带你回家,朝延感动的哭了,为什么要来,我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,你还有活的机会,你别管我了,快走,陆景泽眉头紧锁,没有你,你觉得我会独活吗? 他嫁给陆景泽的五年礼,始终待他那般好,可他却宁可听信白威的话,将陆景泽的爱视作洪水猛兽,避之不及,现在才发现,他错了,却为时已晚,朝延哭得很伤心,如果来生我,还能遇见你,我一定会好好爱你,最后,他们永远困在这里了,没有走出去,2023年3月,他再次睁开了眼,感觉自己很疼,但他不是已经死了吗? 看了桌面上面的日历,才清楚,自己回到了过去,这里是他以前的房间,摆设布局,都是五年前的模样,最后,走到镜子面前,也发现自己的模样,和以前一模一样,他真的重生到了五年前,如果这不是梦的话,那么陆景泽还活着,他有那些算计他的人,此时正在算计吧,继母段玉杰心有不甘,没想到老头子快死了,还想着白朝延这个小贱人,竟然要把财产都留给他,可怜我们微微,一分都没有拿到,父亲也是如此,别接,等他醒来后,我会立刻哄他,将所有财产, 都转到我们的名下,反正他马上就要嫁进陆家了,到时候,这一切还不都是微微的,朝延站在这里听得一清二楚,等那个贱人嫁入了陆家,我们就再也不用为财务危机而担忧了,与陆家攀上了亲切,我们的好日子就到了,他狠狠地咬紧牙关,爷爷进医院开始,他们就做好了这样的盘算,而此时,自己还被蒙在鼓里,白斧声提醒他小声点,朝延还在楼上,段玉杰一点都不怕,他睡得渴死了,天真无邪的大小姐总,是很有安全感,不是吗? 是啊,上辈子他是天真无邪的大小姐,不仅完全信任他们,还将他们当作至亲,结果却害得连陆景泽都陪他一起葬身火海,这一次他绝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传闻高冷霸道总裁暴虐成性,私下玩色不少女人,但他这一生只爱自己的老婆,活出性命都行,白斧声抬头,就看见楼上的朝延,他被发现了,心里一咯噔,还不能让他们查出异样,他们俩终于慌了,朝延什么时候醒的,不会全都听见了吧? 他假装没事的样子,打了一个哈欠,悠闲地走了下来,爸,阿姨,你们在说什么呀,都把我吵醒了,白斧声慈祥地笑了笑,爸,没什么,瞧他这副傻样,应该没听见,他指了指桌面的文件,爸爸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,朝延高兴地走了下来,打开文件竟然是房产转赠合同,果然是这份包装成礼物的财产赠与合同,白斧声笑得很猥琐,爸爸打算将郊区那栋别墅送给你当作嫁妆, 虽然是我们高攀了陆家,但我们也不能失了面子,其他的都处理妥了,只差你在这上面签字了,为了拿走爷爷的财产,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,上辈子傻里傻气地接受了,而这一次不会,朝延惊讶地问道,这是爸爸的别墅,给我真的没问题吗? 他点点头,当然了,爸爸的就是朝延和薇薇的,朝延醋了醋眉,爸爸最近已经给了我很多东西了,再给我这个的话,薇薇又该朝我发脾气了,不过,一个月后就是我的生日,爸爸可以在生日上把他作为礼物送给我,在那之前,我会,装作不知道的 李玉杰刚想说话,就被白府生阻止了,一副笑眯眯的模样,好,朝延说什么就是什么,现在已成定局,一个月而已,他等得起,他小心提醒道,待会儿陆景泽就要来我们家里送聘礼了,你虽然不喜欢他,但也不要摆在明面上,爸爸知道,你不想嫁给陆景泽,但爸爸也是不得已,陆氏集团在全球都有产业,可以称得上一手遮天,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怎么能与之抗衡呢? 不过陆景泽容貌尚成,洁身自好,你嫁过去也不会太过吃亏,他明知道陆景泽暴虐成性,私下玩死了不少女人,白朝延嫁给他,怕是这辈子就要到头了,朝延十分的乖巧,爸爸说过,只要嫁给陆景泽,我们家就会变得更好,这都是为了我们家,白府生很是满意,朝延真是他的好女儿,还真是好操控,果然是个傻子,忽然叮咚一声,应该是陆景泽到了,朝延开心的跑去开门,心里眼里想的都是陆景泽,当他打开门的那一刻,真的是自己每天想念的那个人 陆景泽非常的绅士,帅气,手里捧着一束鲜花,他心跳加速,陆景泽,真的是你,我终于又见到你了,上辈子你那么爱我,甚至为了我白白葬送了自己的生命,这辈子换我来爱你,从今往后,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,这一时,千金小姐决定要好好地爱他,不辜负他的爱,陆景泽心里一咯噔,他为什么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,朝延擦干了眼泪,请进,他们两个赶紧走过来招待,陆总,快,快请坐,保镖冷冷地开口,就不麻烦了,我们走完, 流程就走,这是陆总给白家送上的聘礼,他看的眼睛发光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,这点东西,大概也就值150万,虽说本来对陆景泽送的聘礼毫无期待,但这也太贵重了吧,保镖看他迟迟未收,大声呵斥,怎么,这是对陆总送上的聘礼不满意,他们两个赶紧表态,满意,这聘礼,我们就收下了,白斧生悄悄地告诉妻子,这点钱对于公司来说,无异于杯水车薪,不过暂时也能解一时之急,重要的是白朝延手里的财产,上辈子他以 这些聘礼是陆景泽对白家的侮辱,因而大闹了一场,使得他们俩之间存了芥蒂,后来才知,原来他准备的聘礼从来不是那些,而是深火烈焰,一位女生走了过来,打开了手里的盒子,白小姐,这是我们陆总给您的定清理,李玉杰惊呆了,这是深火烈焰,想想又觉得不对,深火烈焰不是被收藏在珠宝博物馆吗,今天早上他还看见他正在展出的消息,怎么可能会出现在陆景泽的手里,难道这是房屏,陆景泽心里很紧张,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,李玉杰瞧他 他这样子笑了一声,果然是复制品,仿的模样还挺像,幸好嫁给他的是白朝延,而不是他们薇薇,朝延从桌面上拿走了这个盒子,仔细瞧了瞧,这个深火烈焰红宝石,原来珠宝博物馆展出的才是复制品,因为当年他刚在拍卖会上露面的时候,就已经被陆景泽高价买下,而珠宝博物馆出三倍成交价购买,都被他开口拒绝,无奈指的用复制品展出,可笑上辈子,他不懂陆景泽的情也不是红宝石的货,竟然信了段玉杰,当作高 高仿品就送给了白薇,这一事不会再将他的心意肆意践踏,想着就把红宝石带在了自己的手上,朝他笑了笑,景泽哥哥,你送的这个,我好喜欢,又看了看李玉杰,阿姨,我觉得这戒指好适合我啊,你觉得呢?陆景泽看他不说话,一双眸子阴厉地看着他,他才勉为其难地说,合适,当然合适,这戒指除了我们朝延,还真没人能配得上呢?陆总真的是用心了,要是说不好,会不会当场被杀死?这个陆景泽为了蒙骗白朝延居然威胁他,不过白朝延还真没人 白朝延还真是好糊弄,都看不出这就是个高仿,朝延主动亲了他一口,谢谢景泽哥哥,他当场愣住,立马站了起来,他们两个惊到了下巴,疯了吧,白朝延这个傻子,连陆总都敢亲,这下完了吧,陆景泽拉着他的手,冷漠地开口,跟我走,陆总终于把喜欢的女孩带回了家,朝延笑嘻嘻的,景泽哥哥,你要带我去哪儿啊?保镖准备离开前,撂下几句话,婚礼定在下月二十六,我们希望能够如约举行,不然的话,白总迎这双腿可别想要了,他们两个被� 吓到了,外面,朝延跟着陆景泽上了车,他告诉助理,回西园,助理点点头,好的陆总,看吧,我早就跟您说了,当初的惊鸿一瞥不过是和尔蒙作祟,暗恋终究是没有结果的,更何况白小姐他,朝延立马皆生,我还什么,他尴尬地回过头,不知道白朝延在车里,他微微一笑,你怎么不说了,我还有些什么啊,陆景泽给他一个眼神暗示,敢乱说,你就死定了,助理只好说好听的话,还有些魅力在身,与您简直天造地盛,陆总,我劝您还是继续练着吧,说完 他先叹了一口气,逃过一劫,朝延往他身边靠了靠,景泽哥哥,你长得好漂亮啊,陆景泽长相确实出众,上辈子真是瞎了眼了,才想要从他的身边逃离,他又问道,景泽哥哥,你喜欢吃什么,我处一可好了,等到什么夕缘,我做给你吃啊,陆景泽却说不用,助理回过头来,我们陆总喜欢吃牛排和三文鱼,不喜欢吃香菜,不喜欢吃带皮的番茄和茄子,不喜欢太过油腻的东西,关于陆总的事情我都知道,白小姐如果有想知道的,尽管问我,陆景泽慢吞吞吐出 完了,才来阻止他,陆总的心思,可真是比海深啊,他嘴角勾起一次笑意,今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,李玉杰赶紧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,薇薇,计划有变,陆景泽把白朝延带走了,你说陆景泽是不是真的喜欢,白薇薇根本不相信,这是不可能的,陆景泽眼光就算再差,也不会看上一个傻子,就算陆景泽真的被白朝延吸引,那也不用担心,我早就为白朝延准备了一份大礼,绝对让他终身难忘,他们一起回到了陆家,管家迎了上来,陆总,欢迎回家, 您就是白小姐吧,您好,我是陆家的管家,我姓方,上辈子因为他的骄纵,与方管家结了不少梁子,但他带他却依旧贴切,现在想起来,还是有些对不起他,有一个手下慌乱地跑了过来,小声地跟他说了一些悄悄话,陆景泽听到这些话,忍不住择了一声,随后看向管家,我先去趟书房,方说,你带他四处逛逛,管家恭敬的点头,是陆总,管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,我已经在庭院备好了茶点,白小姐,请随我来,他附和地笑了笑,那就麻烦方叔了,管家 管家觉得白小姐倒是谦和有礼,仔细一看,长相也是轻力脱俗,气质确实与之前的那些女人大不相同,突然一个老虎冲了过来,管家吓死了,白小姐,小心,豪门千金,霸气反击新精女,大猫咪爱心满满地扑到他面前,管家看到这一幕,都有点震惊了,朝延也挺喜欢这个大猫咪的,主动拥抱他,管家从没见泰哥和第一次见面的人,这样和谐相处,这时,女佣匆匆赶了过来,实在抱歉,我也不知道泰哥怎么了,管家责备一声,不是说过,不要带泰哥, 泰哥来庭院吗,他赶紧道歉道,对不起,我刚把他放出来,他就朝着这里,跑来了,朝延乖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,没事,我也挺喜欢泰哥的,女佣也一惊,泰哥怎么会跟他这么亲近,命令泰哥,快过来,泰哥不仅没有过来,还往他身上蹭了蹭,上辈子他到西园之后,是西园为囚龙,当自己为龙中鸟,平日里只能找泰哥倾诉苦楚,只可惜他后来精神违靡,不久就去世了,女佣不明白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泰哥见了他之后,怎么连指令都不听了,白薇说的没 没错,这个白朝延果然是个祸害,他假惺惺地笑了笑,我看泰哥是知道白小姐是未来的陆太太,专门来迎接他的,正好泰哥也到家餐时间了,我去把牛肉拿过来好了,说完他阴着连走了,来到了一个房间,取走午餐,手里拿的是金戒内置,这个药剂正好是白薇给他的,少量可以给泰哥驱虫,过量可使泰哥陷入狂躁,如果白朝延对他有威胁的话,可以把这个薇给泰哥,借泰哥的手,把他除掉,女佣最后终于下定决心,把这个药剂倒到了午餐上面,他拿着午餐 回来了,就听见管家告诫朝延小心,毕竟泰哥是猛兽,他假意地笑了笑,我养泰哥这么久,还从未见他和人如此亲密,看来是有缘呢,说着递给他一块肉,那白小姐要不要试着喂一下泰哥,陆总平日也素爱喂食泰哥的,管家不同意,喂食泰哥风险不小,轻则受伤,重则死亡,白小姐怎可轻易尝试,身为女佣,竟然敢顶撞,她是未来的陆太太,日后免不了要跟泰哥相处的,白小姐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吧,朝延抬眸看了他几秒,最后 点点头,当然,管家十分关心,白小姐,您可考虑清楚,他表示没事,放心吧,方叔,说完他接过一块肉,爱心满满地看着泰哥,来,开饭了,女佣得逞地喝了一声,你马上就要完了,忽然他被一把拽了过来,陶炎突然想起来没有喂过的经验,要他先示范一下,随后把那一块肉甩在了他脸上,爸总的保护欲太强了,果真是妥妥的宠妻狂魔,女佣慌弯地快速把肉块甩到地上,一脸惊恶的模样,朝延哀哑一声,这么好的肉, 就浪费了,你干嘛把他扔了呀,女佣气急败坏地看着他,朝延抿了抿唇,你以为我真的会喂吗,女佣十分地惊讶,难道他知道,朝延用脚踩中那块肉,这肉里含有大量的经验类纸,虽然它有驱虫的效果,但它会刺激泰哥的大脑,让他变得兴奋甚至疯狂,对不对,他只好装不明白,白小姐,你在说什么,就算不敢喂,也不用找这种理由吧,朝延撇了一眼筒子里的肉块,是啊,可是经验类纸的味道那么重,想不闻出来都难,只是筒里这么多 牛肉,怎么偏偏就你给,我的那块菜含有大量的经验内置,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呢,他一直否认,白小姐,你别乱说,这么多年泰哥一直食用这款牛肉,从来没出过问题,朝延拧了拧眉,为什么之前从未出过问题,但偏偏今天就出问题了呢,看来,入家混入了有心之人啊,他大怒道,白小姐,您别太过分了,我是泰哥的饲养者,泰哥出了什么问题,我肯定也要受牵连,我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,朝延冷笑一声,真是一个不错的辩解理由,说着,取下他的香包,如果不是看到这个香包,他就真行, 从你走过来时,我就闻到你身上这股味道了,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这里面应该是一竹吧,他所做的是被识破了,瞬间将在原地,一竹是种毒草,散发的忧香,可让猛兽沉溺其中,变得温顺,但这香味中也蕴含着毒素,只要长期嗅闻,猛兽就会渐渐变得神经衰弱,甚至是死亡,因而在一些地方是做竞品,没想到,你就是这么饲养泰哥的,上辈子,他还以为泰哥是被溃于路甲,郁郁寡花而死,却不想是一直被他用竞品饲养中 毒导致,他终于承认了,笑了一声,白小姐鼻子这么灵,那不如闻闻这个气味呢,说完,向他撒了一抹粉,朝延闻了闻,这是其他老虎的味道,老虎素来不喜欢被侵入领地和私人空间,尤其是同类,老虎闻见了,立马呜呼一声,慢慢向他靠近,样子十分凶猛,朝延意识到完了,距离太近,根本躲不了,突然伸出一只手,把他抱了过来,与老虎擦肩而过,他抬头一看,就看见,那个男的是自己惺惺念念的陆景泽,陆景泽见眉 一凑,我果然要把你放在眼皮底下,这句话上辈子,他曾错将他当作禁锢,白白地痛苦了那么多年,现在才明白,原来,这是他对他的保护,朝延立马钻进他怀里,娇滴滴地叫了声,景泽哥哥,他竟然也有点羞涩了,女佣哭着求饶,陆总,我试一试糊涂,才做了错事,我求您,原谅我这一次,他面无表情,十分冷漠,把他手搅折了,直接扔出去,你应该庆幸他,没有受伤,不然的话,我不介意直接让你消失,朝延抬眸,景泽哥哥,你能先把我放在? 放下来吗?他紧凑着眉头,别动,要不然我可不能保证,待会儿会发生什么,朝延听到这话,更加害羞了,上一辈子,他遭人陷害,无视高冷霸总的爱,而现在,他只想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,陆景泽抱着他回房间,女佣告诉这位男人,叶少爷,陆总说了,让您先回去等消息,他笑了一声,觉得很有意思,陆景泽把他独自抛在书房,就是为了这个女人,他抱着白朝延,直接来到了房间里,他在他怀里很乖巧,还有点害羞,陆景泽轻轻地把他放了下来,叫他别动 看看其他地方,还有没有受伤,此时,叶思辰正躲在门外面偷看,没想到陆景泽这么猴急,大白天的,就动手动脚,他准备拍下这一幕,想知道,能让陆景泽变成这样的女人,到底是谁,不料下一秒,他打开了房门,叶思辰瞬间摔了进来,朝延看见是他,有点惊讶,他看见是朝延十分震惊,卧槽,怎么会是他,陆景泽很不爽,你怎么还在这儿,我不是让你回去等消息吗?叶思辰用手指着这个女人,有点愤怒,陆哥,你把她带回来, 不会真的要娶了吧,白家狼子野心尚且不说,白朝延他也就长得漂亮,实际上怎样,你我都知道,你如果真喜欢漂亮的,我那倒是有几个,可以帮你介绍介绍,他听到这话,脸色阴沉,朝延站了起来,叶思辰,你如果想说我的坏话,大可背后说,没必要在我面前说吧,说着,挽住他的胳膊,嫁给景泽哥哥的是我,又不是白家,我们俩情投意合,爱着你什么事了,用得着你在这挑拨离间,他被他说得哑口无言,陆景泽也下了竹克令,你该走了,否则那块地,他瞬间害怕了起 来,好好好,走还不成,顺便再交代几句,陆哥,过几天的酒会,你可别忘了参加,如果你要带他的话,注意防范着点苏倩,我听说,他已经准备回国了,朝延眼眸深邃,苏倩是苏氏集团的大小间,与景泽从小一起长大,对景泽情根深重,因而对他十分厌恶,上辈子的酒会,因被迫陪同景泽出席,却引来了苏倩的嫉妒,酒会上对他刁难,让他出丑,害得在酒会上丢失了脸面,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,这一事,他绝对不会让他得� 陆景泽看着他,这段时间,你就先住在这里,他满意的点点头,好啊,这样的话,我就能天天跟景泽哥哥在一起了,突然有点烦恼,景泽哥哥,我得回家拿一下换洗的衣服,他直接拉开了衣柜门,不用,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,他看到这些漂亮的衣服,非常的兴奋,上辈子每当打开衣帽间,里面装着的永远是最新款的衣服和配饰,只可惜从未珍惜过,他激动的抱住了陆景泽,真诚的说了一声谢谢,他的心脏砰砰跳,眼眶都红了,朝延想起一件事,忍不住醋� 哎,我马上就要返校准备高考了,可能只有周末才能过来,你会让我去的吧,上辈子,他千方百计的逃离景泽,使得景泽胜怒之下,将他关在了陆家别墅,白白的错过了高考,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,景泽他应该会同意吧,朝延只好撒娇,景泽哥哥,你就让我去吗,我只是想好好学习,从而有资格站在景泽哥哥的身边,真的没有别的意思,我发誓,他点了点头,说了一句好,朝延有些意外,他居然答应了,原来这么容易,撒撒娇就可以了,为什么前世就从没想过与 陆景泽好好沟通呢,他垫起脚尖,亲了陆景泽一口,景泽哥哥,我真是太爱你了,上一世,他被人诱骗,导致无法学习,而现在,他只想好好学习,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,终于又回到了这所高中,这次谁都别想阻拦他学习的步伐,教室里议论声不断,明常的考试,我都考不及格,这次考奥数,我就更不行了,就算是为了组建校奥赛队,也不至于广撒网吧,让那些好学生考考就算了,你们懂什么,这次可是有奥赛的评委在,学校哪敢 糊弄,咱们还是放平心态,好好考试吧,上一世,白威在这次考试中成绩突出,被前来监考的奥赛评委赏识专心培养,随后一录绿灯,拿到了江广大学的保送,只可惜,他上辈子沉溺在要嫁给景泽的恐慌中,无法自拔,白白的失去了机会,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把握,考试正式开始,监考老师盯着他看了几眼,猝了猝眉,才扫一眼,就把答案写了,这个白朝言,这个白朝言,心思从来不用在学习上,常年缺课,成绩掉车位,这次� 他居然出席奥数考试,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,其实他的成绩并不差,只是上辈子被白威设计,导致心思转到了别处,才使得成绩落后,不过,现在可不一样了,很快,他在半小时之内完成了整张试卷,剩下的时间都在睡觉,监考老师无奈地挠了挠头,这就写不下去放弃了,果真是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考试时间到了,朝言第一个走上去交卷,有些嘲笑道,果然是全靠闭眼蒙的答案嘛,他回头看了他们一眼,你又不是阅卷老师,怎么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? 万一我就全部通过了呢?他哈哈大笑,这种大话也说得出口,就凭你250的成绩和智商吗? 哈哈,我看他也别叫白朝言,直接叫白人梦算了,另一个同学大喊道,老师,看看他对了几道题,老师正在低头查阅着,几分钟之后,让他想不到的是,竟然全都对了,同学们纷纷不相信,这怎么可能,他怎么可能是满分?同学出声道,他平时成绩一向落后,怎么可能会考满分?老师表示自己全程一直盯着他,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,另外几位同学告知, 老师,现在作弊手段可发达得很,是啊,都这么明显了,还不是作弊,一个后劲声会忽然开窍,我可不信,老师愤怒地拍下桌面,白朝言,你居然敢当着老师的面作弊?他大声反驳,我没有作弊,老师拿起试卷,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分数? 他说,朝言醋眉,冷冷地道,这都是我努力的结果,老师把试卷扔在地上,死死地瞪着他,就凭你平时的成绩,考大学都难,奥数居然考了满分,白朝言,你在这骗谁呢? 这时,一位老师走过来,捡起了地上的试卷,看了看,解题思路清晰明了,解题过程简单便利,这步骤,他怎么就没想出来呢? 老师,看到这一幕一惊,张老,他是江广大学教授,张静明,奥赛评委,奥赛金牌得主,他和谐地笑了笑,请问,白朝言是哪位? 众人纷纷被打脸,不料他是奥数天才,教授拿着卷子,问道,白朝言是哪位? 他开谋,我是,教授笑眯眯地呛了一声,是个好苗子,老师唉声叹气,张老,这白朝言是我们班的学生,我对他最为了解,他的成绩常年班级倒数,怎么可能奥数考满分呢? 他肯定是作弊了,白朝言声音冰冷,再次强调,自己没有作弊,如果你们怀疑我的成绩,大可以再拿一套题,让我来做,要是我能全部做出来,自然就能证明我没有作弊,但如果结果显示,我的成绩是真正的, 我希望刚才污蔑我的同学,都能向我道歉,毕竟你们的行为,严重影响了我的声誉,同学们都觉得这个白朝言太嚣张了,老师,让他写,我就不信他全能写对,老师同意了,如果你没能全部答对,我就将这件事,当作恶劣事件上报学校,让学校对你做出相应的处理,这个,你没有意义吧,他理所当然地说了两个字,当然,教授很和谐,考题的话,我们组委会倒是背了一套避卷,这位同学,你跟我来办公室一下吧,我会亲自看着你做题,这样有没有作弊,便一目了然了,同学们看着白朝言和教� 教授走了出去,当即哼了一声,这下好瞧了,看他还怎么装,忽然白威急匆匆地跑了过来,姐姐出什么事了,刚刚听说,我们学校出了的奥数满分,这怎么可能呢,这份题能考及格就不错了,满分什么的,不好说肯定是有,什么问题吧,姐姐,你是被叫去办公室了吗,朝言看着他十分的淡定,你说的那个考满分的,就是我,他听言一阵,这怎么可能,赶紧向老师赔罪,老师对不起,姐姐这次确实做错了,我代他向您道歉,还请您大人有大量,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,他最后再说一遍,我没有做 作弊,白威,你也用不着在这抢戏,他表现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姐姐,你怎么这样,我是担心你,朝言促眉,你还会担心我,他开始装傻了,姐姐,你这是什么意思,我不太明白,他烦躁死了,不明白,看来,你这个年纪第一,不过是徒有其表,连这都不能意会,说完转身离开,他搞不明白,白朝言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,竟然敢反驳他了,两个女生劝道,威威,别管他,像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关心,是啊,你看他这是什么态度,半个小时后,成绩批阅好了, 全部正确,老师都感到不可置信,这不可能,而教授却十分的高兴,真的是后生可畏啊,白朝言同学,你这成绩,完全有参加联赛的资格,我很看好你,他有礼貌的说,谢谢张老师,我会努力的,面无表情的看了眼老师,这一下应该没人再会说,我的成绩是假的了吧,他无话可说,很快消息被传开了,白朝言的满分成绩是真的,他当着组委会评审的面半小时,把整张奥数卷全部作对,这一下可没人再说,他是作弊了,他这哪是作弊, 他是开挂了吧,听说冤枉他们班主任和班上同学都给白朝言道歉了,他不相信白朝言怎么可能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,这里面肯定有猫腻,甚至怀疑他还用了别的手段,陆总千年铁树开花了,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女朋友了,朝言在食堂吃饭,并给陆景泽发了一条消息,景泽哥哥,我今天考试了,真的好累啊,求嬷嬷,公司这一边,陆景泽正在开会,讲解员刚要问陆景泽 就示意,先暂停一会儿,他十分的紧张,不会自己讲错什么了吧,下一秒,陆景泽回过去一个摸摸的表情包,朝言快速的又发来了几条,有了景泽哥哥的摸摸,不过景泽哥哥,现在应该是在工作吧,那我就不打扰你了,等周末放假,我立刻就去见你,陆景泽勾纯笑了笑,这是他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,员工看见都已经,陆总竟然笑得这么开心,该不会是铁树开花了吧,究竟是看到了什么消息,他紧张的身体颤抖,还在纠结自己真的没讲错什么吧,白尾走了过来,垂头丧气的,姐姐,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,朝言醋眉哦了一声,是吗,他刚刚心情好得很,如果不是他出现的话,白尾假惺惺的,你要嫁给陆总的事,我也曾试图阮拦过爸爸,只可惜无济于事,不过你放心,我是站在你这边的,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,嫁给陆总的,不过姐姐,这次的奥数题,你是怎么做出来的,我知道,姐姐有学习的天赋,姐姐肯定是有什么诀窍吧,朝言偏头看了看,原来这才是他的目的,他咳了几声,既然妹妹这么体贴我,那我肯定也不能吝啬,凑过去小声道,妹妹知道临时抱� 我在考试之前,双手合十虔诚祈福,使得佛光普照,才让我在考场上毛色顿开,从而得了一个好成绩,只要妹妹效仿,好成绩就可守到情爱呢,白尾烦躁了起来,我是真心来请教姐姐的,姐姐即使不想说,也不用说这种话来耍我吧,回到教室后,她的追求者看见,上前问道,白尾,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,是白朝言又欺负你了吗,她其实烦死这个林玉峰了,如果能借她的手,整一整白朝言,这样不仅能教训那个贱人,还能摆脱林玉峰,简直是一举两得,随 最后她一脸可怜兮兮的看着林玉峰,她的心都痛了,怎么了,白尾,发生了什么事,白尾委屈的哭了,我今天听说,姐姐奥数满分,本想趁着午饭时间祝贺她,却不想姐姐,她不仅出言辱骂我,还想让我在老师面前,亲口承认,我不如她,她听言大怒,什么,这个白朝言,也太过分了,白尾伤心的擦了擦眼泪,其实我也理解姐姐,毕竟姐姐能取得这个成绩,也很不容易,她都听不下去了,你理解她,那谁来理解你,另一个女生也道,白朝言才考了个满分,就这么 看不起人了,白尾可是她亲妹妹啊,林玉峰准备离开,去找白朝言讨回公道,她阻拦了一下,她好歹是我的姐姐,玉峰,这次就算了吧,林玉峰回过头来,紧紧地握住她的手,白尾,你就是太善良,才会被白朝言欺负成这样,这次放过她,以后她会变得加厉,说完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,她还站起来,假意地提醒一句,玉峰,你别冲动,她喜欢一个人,就会对她死心塌地,不料有一天她,发现了她的真面目,原来她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,玉峰大� 一声,白朝言,她回头看了看,只见一个男生愤怒地朝自己走过来,用手指着她大骂,白尾好歹是你的亲妹妹,你怎么能那么羞辱她呢,她反问道,我怎么羞辱她了,玉峰狠狠地咬紧牙关,你还不承认了,白尾可全都告诉我了,她双手抱胳膊,笑了笑,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,怪不得被白尾耍得团团转,玉峰放下狠话,你胡说什么,赶紧去向白尾道歉,不然的话,我可就不客气了,朝言眉睫不耐烦地动了动,莫须有的罪名,我为什么要忍 说完准备离开,她伸手拦住她,朝言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,狠狠地把她摔在地上,没想到,锦泽上辈子逼她学的防身术,现在还真派上用场了,朝言低着头看她,你别太天真了,白尾也就是骗骗你,你还真把她当真爱了,难道你没有想过,为什么只有你为白尾出头的时候,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,为什么白尾受了委屈,每次找的都是你,她始终不相信,那是她依赖我,朝言声音冰冷,今天晚自习,如果你有空的话,可以去华前夜总会门口看看,到时候,她是什么样的人, 依赖的到底是谁,你自然就清楚了,晚上,她还是来到了夜总会,不敢相信白尾真的会来这种地方,可等了很久,都没有看到白尾,准备离开的时候,就听见了白尾的声音,红林,你最近怎么那么忙,我都好,久没有见过你了,那个男人笑了笑,不是我忙,是你太受欢迎了,追求你的人那么多,能见你一面,还真是不容易,说着送给她一件礼物,昂贵的项链,白尾看着两眼发光,满眼的喜欢,激动死了,这是她最想要的那条项链,而她看到这一幕, 身体都在颤抖,白尾主动摟住了她的脖子,红林,你对我也太好了吧,果然,我最喜欢的还是你,她发了疯的大吼,白尾,陆总的保护欲,真的太强了,不准任何人伤害她的未婚妻,御丰逼问道,你这是什么意思,抓住她的手臂,十分的焦急,白尾,你跟我说清楚,她吃痛一声,御丰,你弄疼我的了,这个男人挺身而出,把她固在了身后,你这是在干什么,白尾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,御丰, 我一直都把你当作哥哥看待,对你没有别的意思,如果让你产生误会,对不起,我向你道歉,御丰这才看清她的真面目,你是说,从始至终,都是我在自欺欺人,男人冷哼一声,原来是个连备胎都说不上的可怜虫,还不赶紧滚,他们俩因为争吵打了起来,很快,周围的人都过来观看了,忽然出现了一个人,撞到了白尾,他摸着受伤的脸, 大吼道,是谁撞了我,几个保镖昂首挺胸的告诉他们,花钱禁止斗殴,你们坏了规矩,请立刻离开,男人猝紧眉头,我可是黑卡VIP,你们几个保安,就想让我走,我要见你们老板,保镖明确地告诉他,这就是老板的指示,他被打脸了,心里慌得乱跳,保安冷声开口,而且,您坏了花钱的规矩,我们已经将您,纳入了店铺黑名单,如果您,再次纠缠的话,我们不介意采取强制手段,白尾拉着他的衣袖,道歉道,这都是我的错,我也不知道,他为什么突然会来这里闹事, 但是,我也不想,事情也变成这样,玉峰呵呵笑,自嘲地说自己,原来他说的是对的,我实在是太天真了,才会以为你会喜欢我,其实在你的心里,我什么都不是,最后,他们两个人冷漠地离开,白尾搞得有点狼狈,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,另一边,公司,属下前来汇报,陆总,花钱那边的事,已经处理妥当了,陆锦泽脸色阴沉,他还没受到真正的教训,吩咐下去,把他触到朝延的那只手切掉,他出了一层冷汗,陆总,他毕竟还是个学生,夫人已经教训过他,如果他断手 有的消息,传到夫人耳朵里,要是夫人得知,是您做了这些,他眼眸捶了捶,那就先系在帐上,安排车去立香刀中,说完走着离开,学校教学楼下面,停了一部豪车,学生们惊讶道,哇,那是谁的车,这么晚了,是来接学生下晚自习的吗?这时,白朝延走了出来,看到面前的车,愣了愣,手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,夫人,陆总都已经安排好了,朝延望了一眼车子里面,惊喜地叫了一声,景泽哥哥,随后坐了进去,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?陆景泽双手抱着� 不,镇定地说,一会你就知道了,陆总果真是宠妻狂魔,不允许任何人贬低自己的妻子,服务员要陆景泽确认菜品,他冷声吩咐,来点香辣的香菜,和草莓类的甜品,朝延此时也开口了,麻烦再来一些清淡的江浙菜,不要香菜,不要算,他们俩心中窃喜,原来对方都知道自己喜欢的口味,朝延看见一桌子菜,十分地激动,而陆景泽却淡定地说,你烤了满分,随便庆祝一下,他靠过去,亲了一口陆景泽,景泽哥哥,你对我真好, 他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,满脸的害羞,朝延热情地给他夹了一个菜,叫他张口,这时苏倩走了过来,景泽,好巧啊,我们真是好久不见了,主动地坐到他旁边,来这也不告诉我一声,陆景泽没有理会他,反而把包好的虾递给朝延,他温声地说了一句谢谢,苏倩打量了一下朝延,你应该就是白小姐了,还真是跟传闻中一模一样,陆景泽听到这话就不爱听了,脸色阴沉地看着他,白薇究竟在多少人面前编排过他,不过上辈子,他的确骄纵,倒也怪不得外 而且风评不好,苏倩笑了几声,白小姐不要误会,我是说白小姐的长相跟传闻中说的一样漂亮,当我听到两位要订婚的消息时,我还吓了一跳呢,身为景泽的青梅竹马,我以为他会选择像我一样有背景的家族小姐,没想到是我错了,朝延的脸黑了,下一秒,笑了笑,景泽哥哥要娶的是真心喜欢的人,又不是权势,况且,我并不认为景泽哥哥需要依靠那些东西,苏倩此时无话反驳,他往陆景泽身上靠了靠,看来苏小姐对景泽哥哥的了解好像有些偏 无论是性格还是口味,他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,刚要开口,陆景泽英式的眸子看着他,冷漠出声,你该走了,他只好忍着脾气离开,白薇说的没错,白朝延他不是个善差,陆总简直是宠妻狂魔,太宠爱自己的老婆了,他们准备离开时,一个属下前来汇报,陆总,刘总邀请您,明晚八点参加刘老夫人的八十岁寿宴,陆景泽直接拒绝了,明晚他打算带朝延去看演出,朝延摸着下巴思考,刘总,是刘宗蓉吗? 上辈子,白家拿着他的策划案给刘宗蓉,从此抱上了刘家的大腿,才在商界有了立足之地,这辈子可不会让他们这么轻易得逞了,他对着陆景泽撒娇道,景泽哥哥,我听说刘总家为了筹办刘老夫人的寿宴,请了不少顶级点心师,你带我去参加好不好,他这才跟手下开口,那就告诉刘总,明晚我会参加,那一天晚上,陆景泽带着朝延盛装出席晚宴,惊艳了所有人,众人议论,陆总带女伴来了,那不是白朝延吗?虽然漂亮,却是 这个没有头脑的花瓶,白家名声那么臭,真不知道陆总为什么会带他来,刘总蓉感谢了他们一番,今日诸位能力领笔人寒舍,参加家母的八十岁寿宴,刘某十分感激,他记得,刘老夫人就是在今天的寿宴上突现急症,因为能得到及时治疗去世了,这件事情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前世,他为了找寻治疗爷爷的办法,曾跟神医白竹学过一些针灸之术,白竹先生说过,刘老夫人当时是有救的,只是可惜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,如果可以,今天也许能试着改编这一 刘总蓉站在台上十分的高兴,比人以为诸位准备好了酒水和点心,还请诸位好好享受,接下来,请家母与各位说上几句,刘老夫人面容慈祥,多谢诸位出席我的寿宴,能来到这里的,都是我刘家的亲友,话还没有说完,觉得胸口一阵阵的刺痛,他见状赶紧扶住了自己的母亲,焦急道,快,把几院长叫过来,几分钟后,集团少爷几云鸣来了,他是公认的医学天才,蹲在刘老夫人面前,详细的询问,你感觉怎么样?刘老夫人吞吞吐� 刘总蓉安慰母亲,别担心,几云鸣医术高明,年纪轻轻,就破格提拔为院长,他会救您的,他感觉情况不太乐观,立即联系华东医院,请他们立刻派救护车过来,他终于慌了,我母亲的情况是怎样的,几云鸣紧凑眉头,这种急症的黄金治疗时间只有五分钟,如果用中医针灸的话,能够有效延缓病情发展,坚持到救护车来,只是他一直专攻的是西医,对针灸之术没有把握,如果神医白竹在寿宴上的话,他一定有办法, 忽然,朝延走了过来,拿出一根细小的针,插在了刘老夫人的脖子上,刘总蓉见状,立马把他拦住了,你是谁,在干什么,众人惊呼,那不是白朝延吗,他疯了,拿针扎刘老夫人,刘总蓉大怒道,你别乱来,要是我母亲有什么差错,我不会放过你,突然,陆锦泽从人群里走了出来,信誓旦旦的开口,让他治,我为他担保,白家千金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中医传承者,刘总蓉抬起谋来,竟然这个男人是陆锦泽,几云鸣叫 他先冷静,这位小姐确实在救老夫人,而且看他的行针手法,似乎怼自白竹前辈真传,一群人惊呼,什么,白朝延会的针灸,他什么时候学的医术,难道他是白竹的徒弟,这不可能,他就是个花瓶啊,经过一番努力后,他松了一口气,终于结束了,刘总蓉赶紧问道,母亲,你觉得怎么样,老夫人瞬间觉得好多了,几云鸣给他检查了一下,老夫人心脏跳动的频率和呼吸已经恢复正常,刘老夫人的情况确实稳定下来了,白朝延嘱咐道,等到了医院 将老夫人身上的银针去除即可,底下的人很震惊,没想到这位小姐居然将刘老夫人治好了,白朝延居然这么厉害,他不是个花瓶吗,那是谣言,那肯定是极度白小姐才华的人传出去的,他笑眯眯的看着锦泽哥哥,我有点累了,过去吃点心吧,几分钟后,陆锦泽给他加了好几个甜品,朝延呵呵一笑,他是在心疼他吗,锦泽哥哥,针灸虽然耗费心力,但我只是累了,也没有要饿死,忽然一个老先生走了过来,白小姐可以打扰一下吗,陆锦泽有� 他很礼貌地叫了一声孙大师,这位不是博画大师孙令毅吗,他找他能有什么事,他面容慈祥,刚才瞧见白小姐医术高明,不知道能不能拿出一点时间为我诊治,朝延有点惊讶,找我医治吗,老先生伸出了一只手,颤颤抖抖的,我的手自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频繁剧烈抖动,之前还勉强能够空笔,但是现在就连笔都拿不了了,我私底下跑了许多知名医院,寻求帮助,都没有结果,听说神医白竹擅长治疗这种病症,但他行踪身份成名,出手医治全 看演员,我没得机缘,请得动他,所以,朝延有点谦虚了,孙大师严重了,我医术不精,只是会些皮毛,承蒙孙大师看得起,我也不会推辞,大师话技高超,要是因此封闭,实在是可惜,今天毕竟是刘府寿宴,现在恐怕不方便看诊,下周天上午,我亲自登门拜访,为您诊治怎么样,几云明走了过来,打了一声招呼,白小姐你好,陆景泽泽了一声,走了一个又来一个,今天就不该来,几云明十分恭敬,今天多亏你出手,才救了老夫人一命,白小姐的医术 真是让我自残行惠,刘总也说想当面谢谢你,说完做了一个起的姿势,客厅里,刘总容道谢道,今天要不是白小姐和陆总,恐怕我就要失去母亲了,从今往后,您二位就是我刘家的贵客,以后如果有需要的地方,尽管开口,我刘总容一定尽心尽力,朝延笑眯眯的点点头,其实,我现在确实有一件事情,请刘总帮忙,听说最近刘总正在犹豫与白家的合作,他呕了一声,合作的事情,白小姐别担心,我很快就可以签订,朝延摇摇头,我的意思是,希望刘总取消合作, 刘总容啊了一声,他竟然要取消白家的合作,没想到白家千金竟然是唱歌天才,朝延淡定的喝了一杯茶,刘总,其实应该看得出,白家的合同,简直漏洞百出,刘总要是真签了,恐怕会摔个大跟头,他也想到了这里,所以才一直搁置,他一脸惊乐的问,白小姐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,我知道,白小姐也是白家的人,朝延眼神挺有志气,白家是白家,我是我,还请刘总能区分开,陆锦泽听到这话,都愣了几秒,刘总容笑了笑,今天能认识白小姐,真是刘某的幸运, 不过,我也总得找人合作的,既然白小姐帮我这么一个大忙,不如,我跟白小姐合作吧,他记得上辈子,锦泽一向不愿意,让他顾问生意上的事情,小心的试探,可以吗?陆锦泽微微一笑,你想做什么都可以,他听言,心脏砰砰跳,下一秒,答应了与刘总容的合作,他高兴坏了,能跟白小姐和陆总合作,真是我们刘家莫大的荣耀啊,哎呦,我差点忘了,应该是陆太太,他们两个,瞬间不好意思了,他拿出一个礼物盒,听闻你与陆总正准备结婚,这是我前段时间在 拍卖会上得来的,据说英国王妃曾佩戴过,算是我对陆太太的谢礼,同时也算是给陆太太和陆总的新婚礼物,祝两位白头偕老,早生贵子,陆锦泽听到这话很满意,双手抱着胳膊,慢吞吞吐吐出几个字,过几天,我会让秘书把合同给你,是刘总容的错觉吗?他感觉陆总好像突然变得很高兴的样子,学校这边都传风了,为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时间,陶冶情操,本周五,本校将与恒北中学一同举办一场交易会,同学 同学们可以自己准备节目上台表演,白薇迅速走到讲台上,手里拿着报名表,想要上台表演的同学,请到我这里来报名哦,一群人涌到台上,纷纷说我要报名,上辈子白薇就是在这时候被方寻看中,从而空降,怕唐春,徐宛如一角的竞选,最后又用了些下三滥的手段,让投资人看中,从而获得了这个角色,既然这样,他也可以去试一试,一位女生问白薇,薇薇你肯定要参加的吧,你是报名唱什么歌呢?他笑了一声,还没想好呢,忽然,朝延走了过来,既然妹妹 也要参加,那也给我报个名吧,白薇一脸震惊,白朝延,你要演什么?他温和一笑,和妹妹一样,唱歌,同学们很惊讶,白朝延你会唱歌,我们听白薇说你从小就五音不全啊,你不是吧,白朝延,不会是因为方寻来,你就硬着头皮,要挤进来掺一脚吧,朝延凑过去,挽住了她的胳膊,怎么会呢?其实我和妹妹从小就一起学习声乐,只是我没有妹妹唱得好,就给妹妹当个陪衬也好,是不是啊,薇薇妹妹,明明是从小一起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,白薇总说,她唱得不好, 结果她就真以为自己五音不全,后来也鲜少在人前开口唱歌,若不是陆锦泽听到了她的歌声,也不会知道朝延的歌声这么好听,可她当时却认为陆锦泽是在挖苦她,一群人笑哈哈的,行吧,如果你非要参加,到时候可别在交易会上唱得一塌糊涂,那我们不就等着看好戏了?他的马甲又掉了,竟然是唱歌高手,朝延边走边跟陆锦泽发信息,锦泽哥哥,你后天有空吗?后天,我们学校要举办交易会,我在现场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,她简单的回了一根,然后她推进去, 背掉了后天的所有日程,精心地为朝延准备了一个礼物,担忧她会不会喜欢这个,时间过得很快,来到了后天,女生嘱咐道,威威,马上就要到你上台了,你可千万不要紧张啊,白威笑了笑,我又不是第一次登台,怎么会紧张呢?说着看向朝延,我先去为姐姐试试水,姐姐也要加油哦,她没有理会,冷哼了一声,怎么回事?朝延最近为什么总对她这样态度,无视她,到底发生了什么?让白朝延发生这么大改变,想一想还是算了,总之先安心表演,凭她的魅力,一定能征服方寻,白朝延都多少年 没唱过歌了,她就不信她能唱得比她好,随后她登上舞台,就有人尖叫,白威今天好漂亮,简直是我的女神,白威人长得美,歌也唱得好,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存在啊,几分钟后表演结束,方寻满意地点点头,这位同学倒是唱得有点意思,校长觉得很有面子,这位可是我们学校歌唱大赛的冠军,你要是觉得不错的话,等他唱完我就让人把他带过来,方大师可是业内一等一的名人,要是他们学校出了一个方寻的关门弟子,岂不是很好?下台后,女生激动道,威威,你唱得太棒了,刚刚方大师全程都 在看着你,她比较谦虚,交易会上,比我唱得好得多得多,方大师,看着我也不过是偶然,你们这些话可别乱说,小心被别人当真了,之前上台的她都看过了,都是些不入流的表演,不是跑调就是妄词,根本不足为惧,这交易会上,能说得上完美的,也只有她,她笑着和潮言说,姐姐,你不用紧张,像我刚才一样,自然发挥就好,很简单的,她再一次没有理会,直接走过去,白威怒气冲冲地看着她,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,上台后,底下一遍嘈杂声,据说白潮言五音不全,我这耳朵就 废了,可她人长得这么好看,声音也难听不了哪去吧,你们真是太夸张了,陆景泽听到这些话脸都黑了,命令属下,散场之后,把那几个说话的舌头都给切掉,她确实很多年没有在人前唱过,但并不代表就没有练习,而且,今天唱歌怎样本身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方寻想要的角色,她唱歌刚唱到一半,方寻十分的震惊,两眼看着她,白家千金,成为爸总的专属宠爱,方寻立刻站了起来,她叫什么名字,校长吞吞吐吐地说,她叫白潮言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唱歌也这么的� 厉害,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好苗子,底下又传来了一片嘈杂声,到底是谁传的白潮言五音不全啊,这明明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,你们有没有听出来,这首,是最近很火的那个网络歌手出的新歌,是男星的新歌,不过,她翻唱的实在是太好了,我都还以为是男星本人来了呢,陆景泽垂了垂眸,算了,舌头暂时留着吧,手下这才松了一口气,陆总,这不就是她要找的徐宛如吗,今天这首歌,就像剧中的徐宛如唱给爱人,潮言笑容甜蜜地看着底下的陆景泽,我真的好幸 幸运,这辈子还能遇见你,我送的礼物,你喜欢吗?后台,白尾咬紧牙关,潮言怎么唱得这么好,难道他一直没有放弃,还在偷偷练习,这时,方寻走了进来,请问,刚刚唱歌的那位姓白的同学在这里吗?同学们一把拉过白尾,这呢,这位就是白同学,他谦虚一笑,能被方大师选中,是我的荣幸,我从没想到,这种幸运的事,能发生在我身上呢,然后听见不是自己瞬间愣在原地,我要找的那位同学,叫白潮言,同学们不可置信地看向他,白潮言他,是我的荣幸,我从没 他怎么会被方寻看上,方寻走了过去,我想邀请你参加华唐春,许宛如一角的竞选,说着递给他一张入场券,决赛将在这周六的上午八点举办,举办地点在爱乐音乐厅,凭借你刚刚的表现,我觉得你有机会拿下这个角色,潮言点点头,好,我会去的,白尾此刻心灰意冷,怎么会这样,要不是白潮言,被方大师邀请去参加竞选的,一定是他,同学安慰道,微微,方大师错过了你是他的损失,校外礼堂,潮言跑来见锦子哥哥,首先问道,我唱的歌好听吗? 他轻轻恩了一声,潮言满眼害羞,这首歌其实是唱给锦子哥哥的,你喜欢吗?他伸手递给他一个礼物盒,潮言看了一眼,这是什么?他简单地说了两个字,回礼,这条项链上竟然还刻了他的名字,这一次他们俩终于两情相悦了,手下插嘴道,这礼物是专门为白小姐设计定制的,陆总开车跨越两百多公里,亲自去取的呢?陆锦子嫌弃地说了两个字,啰嗦,深情地看着潮言,喜欢吗?上辈子跟他的婚礼前夕,他也曾收到过一条项� 他们跟他说这是锦子亲自设计的,可他当初讨厌他到了极点,对他送来的东西也不感兴趣,连看都没看,就将他随手扔到了某个角落,当初,丢弃的又何只是一条项链呢?陆锦子没有听到他的回答,以为不喜欢,满眼失落,潮言非常激动,我只是有点感动,我太高兴了,锦子哥哥,你可以帮我戴上吗?他从身后帮他戴上了,既然你戴上了这条项链,就是我的人了,从今往后,你独属于我,潮言笑得很甜蜜,作为交换,锦子哥哥也要独属于 我才行,说着扯了扯领带,在他脖子上面养了一口,陆锦子害羞了,身体动了动,潮言伸手摸了一下,别动,锦子哥哥,你不是说专属于我了吗?那我可要留下印记才行啊,属于专属他的印记,锦子哥哥一直刻起手里,看着是个霸总,其实是个纯情男高,这么宝藏的人,我这次绝对会好好珍惜,白威在家脸色都不对劲,妈,白潮言现在处处针对我,我是不会放过他的,白母叫他小心点,我听说白潮言这次在刘家宴会场上救助刘老夫人出尽风头,随 最后刘家就突然取消白家的合作,说不定就是白潮言在里面使的绊子,薇薇,白潮言好像已经变了一个人,他不像以前那么好对付了,他哼了一声,就平他,一个傻白甜的大小姐,能跟我斗,白母呵呵一笑,薇薇别着急,妈会为你打点好一切,不就是华唐春的角色竞选吗?你放心,徐宛如这个角色,只能是我们薇薇的,决赛当天,王总和方大师握了一个手,笑颜没开的说,我还给方老师带来了一位特别适合的新人,白威笑容灿烂,方大师,您好,又见面了,之前在校 联谊会上见过,不知您还有没有印象,方寻愣了愣,随后看向王总,你这是什么意思,他挑了挑眉,没有什么意思,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让22号选手获胜,他刚想说什么,王总就说下了狠话,如果连这个都左右不了的话,那我认为,我就没有必要再投资下去了,请方老师好好考虑一下,说完,他俩转身离开,方寻问道,白潮言小姐来了吗?工作人员回复,暂时没看到他,怎么回事,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,他怎么还没到,白家千金的车技简直是太高了,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, 潮言快速的跑着,最终还是被他们围了上来,一群人黑黑笑,别急着跑啊,小姐撞到人就想走,没那么便宜的事,这几个小混混,今天从出校门就跟着他,故意找插碰瓷,现在又拦住去路,很难不觉得是特意安排来阻止他去比赛现场的,为首的勾唇一笑,小姐,我们来好好谈谈,怎么赔偿损失啊,既然如此,他也不会手下留情了,几步就冲了上去,两三下就把他们打倒了,用力猛的一甩,他就倒在地上,抢了为首的摩托车,不好意思,我赶时间,想要赔偿的话 可以去陆氏集团找陆景泽,如果你们够胆的话,说完,头也不回的开走了,黄头命令,还愣着干什么,快追,后头很快就出现一辆车子,潮言一点也不担心,想追上他,再练他二十年吧,下一秒他就开进了一条小巷里,上辈子没白跟着陆景泽,这飞车的技术倒是没手声,小混混骂了一句靠,不是说这丫头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吗,这车技起码混了三年黑社会,红毛给老板汇报,对不起,被他跑了,话还没说完,一群车就围了上来,四人瞬间 惊呆了,这什么情况,保镖大吼一句,知道你们追的是谁的人吗,他们终于慌了,你们要做什么,保镖也不废话了,直接把他们带走了,这一边,比赛开始了,白威得逞的笑了笑,看来他妈确实找人将白朝颜拦下了,那他的对手就剩下他,万玉奇,这次比赛的热门人选,只要赢过他,徐宛如这个角色,就只能是白威的了,他上台后,锯了一个弓,各位评委老师们好,我是万玉奇,下面开始我的表演,刚唱了几句,喉咙就再也发不出声音了,剧烈的咳嗽了好几声, 评委一脸惊慌失措,万玉奇这是怎么了,看样子,应该是嗓子出了问题,万玉奇只好落荒而逃,这时,主持人走了上来,刚刚我们的18号选手出了点问题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比赛,让我们来邀请下一位参赛选手,19号白朝颜,白家大小姐竟然是唱歌高手,没人能赢得了他,白威在后台看着,看朝颜最后有没有出场,底下一片寂静,主持人再喊一声,请19号参赛选手白朝颜上台,后台选手议论,19号没来吗,这么重要的比赛,都迟到,肯定是 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,我为了这次比赛,早晨4点就起床打怒,如果她重视的话,也不至于现在还没到,白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,很好,不出意外的话,徐宛如这个角色,就是她的囊中之物了,主持人刚大一笑,既然19号选手没有到场的话,那我们就请下一位选手登台,22号选手白威,就在这时,白朝颜来了,大喊一句慢着,观众们立马往后看,她此时的头发凌乱,五官十分精致,但透着一股强势的气质,评委们都觉得,这个女孩很漂亮,方寻笑了,白小姐,你终于来了, 很高兴你首约,她来到评委面前说了一句抱歉,我路上遇到点事,具体是什么,容我之后再说,这是我的唱段,这是白威上辈子曾用过的,既然她故意设计,不想让她参加比赛,那我就选这个唱段,用魔法打败魔法,岂不是更具有冲击性,主持人看了看卡片,这个跟我们22号选手提交的唱段,是一模一样的,她表现得很惊讶,哦,是吗,那还真巧,白威醋梅,白朝颜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,她提出,如果可以的话,能否让22号与我同台表演,这样的话, 也可以节省一些因为我耽误的时间,白威答应了,她倒要看看,朝颜耍什么花招,他们表演了一会儿后,评委们觉得他们两个竟然都选了这个唱段,还真的是勇气可嘉,最后的那句,可是逐渐生到一溜,他们真的能行吗,方寻瞇了瞇眼,徐宛如看的可不仅仅是节奏和唱功,还有穿透力,爆发力等等,各位可要综合评判,白威唱了一小段,声音红亮,评委有点震惊,这位选手的声音空灵,透亮,倒是让人眼前一亮,朝颜唱了一段后, 这位女评委觉得,这位选手很优秀,节奏把握的也很好,唱功也很出彩,林总也很满意,19号的气息很稳,韦英也恰到好处,我看啊,这徐宛如非他莫属,另一位并不觉得,结论不要太早,19号选手唱的不在原调上,节奏也有些快,不如22号选手,刚刚方大师也说过了,要综合评判选手,我们在这里吵来吵去,倒不如听完全段再新评判, 白薇死死的瞪着他,按照他们的分段,最后唱一六的会是白朝颜,他故意把最难的这个部分丢给他,他还真的以为自己能唱得上去吗,没有经过正规训练,他简直做梦,白薇肯定会认为他会失败的吧,可是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谁,下一秒,朝颜唱出了最难的那一段,刚唱几句,评委们十分的震惊,他居然唱上去了,而且这么轻松,我的天,我几滴疙瘩都起来了,白薇简直难以置信,这怎么可能,陆总唯一的宠爱, 就是他的未婚妻白朝颜,白薇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学的,十分的愤怒,你是故意跟我选一样的唱段的,他微微一笑,妹妹误会了,我不知道妹妹也会选这一段,我只是觉得很好听,这只是个开始,他上辈子给他的伤害,这辈子他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他,经过评委们的专业评判,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19号选手白朝颜,男评委很是开心,这女孩简直就是徐宛如本如啊,真是太厉害了,现在其他公司的人也在抢白朝颜,最终,他还是选择了方寻的公司,白薇找到了王总,这个角色 被白朝颜拿了,那我该怎么办,王总叫他放心,我答应过,你母亲一定会让你拿到这个角色的,他很不甘心,可是白朝颜那么心机,抢了最出彩的高音段落,要是我唱那段,那徐宛如一定是我,王总挑了挑眉,你别担心,白朝颜不过是个小角色,让他出局还不简单,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,林总为了感谢他,特地投资他喜欢的音乐,还把方大师的星座带给了他,机院长摇了摇头,医者本应玄乎即逝,所以林总,这票我不敢收也不能收,他笑得很灿烂,您还是收下吧,这部剧 非常精彩,您看了绝对不会失望,尤其是徐宛如的演员白朝颜,歌喉那是一顶一的好,机院长听言愣了愣,会是他认识的那个白小姐吗,特地凑过去,看了看他录的视频,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位白小姐,他没有想到,白小姐不仅医术精湛,唱歌也宛如天籃,陆家别墅,他高兴地跑了过来,锦泽哥哥,我获得了方大师星座里的一个角色哦,我棒不棒,陆锦泽点点头,很棒,他搂住了他的肩膀,那作为奖励,锦泽哥哥,陪我吃 吃饭吗,这种程度就可以了,他有点害羞了,要不然,我把锦泽哥哥一起吃了,话音刚落,他的手颤抖了一下,手机都掉了下来,朝颜扑斥一笑,随后说正是,现在方大师的这部剧呢,可能会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,既然我也参与了这部剧,所以我就想,能不能也投点钱,这样我自己,在剧组里,也更有话语权,你看哪,如果他没料错,白威上一世的金主,就是那个王总,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白威丢掉角色,他必定会拿撤资来要挟方许,朝颜不如未雨绸缪,干脆 彻底拿下这部剧,只不过,虽然锦泽应允他做什么都可以,但对投资这种事,不知道他怎么想,他猝了猝眉,你想投多少,朝颜小心翼翼的说了一个数字,五百万,他眯了眯眼,五百万对于一部剧的制作,只怕是杯水车薪吧,朝颜这一刻着急了,下一秒就听见他说,我追投五千万,让他大吃一惊,陆锦泽对他宠爱道,就算是我们一起投资的,他立马扑向了他的怀抱,轻易的叫了一声,锦泽哥哥